你好,彭博士,我的名字叫振东,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,学一年级的,就是,我也是属龙的,所以我跟你一样都是龙的传人。 所以呢,我们中国青年要面向国际,我想问一下我们该要怎么样去改变,而我们身在香港,背靠祖国又有什么的优势可以去利用。 那你刚才说过,我们对国家有一点贡献,可是我们最具体的祝福,究竟可以怎么样做呢? 就是,这就是我的问题。 谢谢你的问题。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城市。 香港的学生,在我的感觉,有很好的国际化的视野。 同时,处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比较发达,法治比较完备的这样一个社会,大家从学生时代就受到了很多很好的熏陶。 而且呢,还有一个优势,香港学生这个英语水平很高。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面向国际,走向国际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。 但是呢,我们要走向国际,仅仅靠这些还是不够的。 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的经济。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 我们要进入国际,那么我们也需要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国家。 那么我们在认识国家,了解国家,服务国家的过程中,也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走向国际。 我觉得这个是不矛盾的。 那么现在我也注意到,现在也有很多香港的年轻人,香港的专业人士, 利用国家发展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机遇,到内地去发展,去创业。 也有内地很多在海外留学的,到香港来发展,或者回国发展。 我觉得呢,我们只要很好地认识祖国,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走向国际。 那么谈到对国家的贡献,我非常欣赏一个提法。 对国家做贡献,不一定都要到内地去工作。 你在自己的岗位上,现在好好学习,将来好好工作, 你同样是对国家做出贡献。 当然,我们香港的同学,有很多专业上的优势。 你们能够到内地去发展,我相信内地也非常欢迎。 彭主任,你对香港的青年人有什么看法? 比起在内地的青年人,两地的比较一下, 让香港的青年了解一下,你怎么样看的? 那么我觉得香港的青年,一个视野比较开阔。 因为这个青年人的特点是由这个社会, 他所处的这个社会的特点决定的。 香港青年处在香港这样一个知性高度发达的社会, 一个国际化的城市,他的视野比较开阔。 对世界上的事情,每天发生的事情,了解的比较多。 所以思想比较活跃。 这是香港青年一个很重要的特点。 再一个,香港的青年人很富有创造力,富有想象。 这个和香港的教育方式也有关系。 他这个教育制度比较宽松,比较灵活。 所以相对来讲,学生的这种思想、思维比较活跃。 那么第三个,我觉得香港学生有很强的这种公益心。 这个我是很有感受。 你比如说国家奥运会,香港火炬船地, 香港是上百万人,其中包括青年。 这个上街去迎接奥运的圣火。 这个非常好。 内地很多年轻人,我到内地去,他们都非常感动。 为什么呢? 奥运圣火在国外传递的时候,当然也很好。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一些地方受到藏毒的干扰, 这个藏毒分子去抢圣火,大家也非常不满。 但是香港是圣火传递到中国境内的第一站。 大家一下子有一种非常扬眉吐气的感觉。 这个香港的青年人表现了很高的爱国的热情。 那么同时,这个四川的这个震灾,香港有很多的义工、志愿者去参加。 而且呢,就踊跃地捐钱捐物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。 那个时候我们中联办设了一个莫捐的一个机构。 很多的学生,甚至香港的小孩,都把自己的民用钱拿进去投到中联办的捐款箱。 民也不留,自己就走了。 非常的感人。 这个和香港社会啊,这个是一个比较有爱心的社会。 受这样一种寻陶,有很大的关系。 当然我讲了,如果要我讲你们的长处,可能会讲十条,二十条,一百条都能列举。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,我只能先讲三条。 谢谢,谢谢房主任对我们的鼓励啊。